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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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二堂 第二堂就是 因為有些堂 你們要認識湯水 最根本的一樣東西 真的有一些東西要認識 很簡單地說 食材的一些性質 這些都基本上用來認識 好像現在淡出來的 一個節氣 節氣是什麼 一年九 每一個季都有四個節氣 實際上就是春夏秋冬 每一個季節有四個節氣 大家一成是多少呢 那 這個節氣對於暮龍的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作為一個城市的人 甚至會不太喜歡他 那時候我考慮 要影響建制的一個聯動 這樣就很重要 那我這裡呢 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願意認識一下 每一個春季 由春季開始講 每一個春季 大約都在二至四月份之間 時間都是在二至十九號 又或者是三至六號 出入幾天 或者是一兩天 那個季節就很大 大家都看到了 有立春 立春就是實際上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我們每一年 如果我們計算一個人的歲數 立春那天才是計算過年 如果你說我們過年 一立春那就是新的 所以很重要的 立春 雨水 經濟 其實中國的文字形容在這裡 和中醫的理論都是 不要太複雜 你跟著自己的字眼去理解 都差不多 雨水 一定有很多雨水 經濟 即是說 當春天的時候 那些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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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那些人都成熟了 差不多是很茂盛 莊家的植物很成熟 要收割 做得很清明 大家都知道 很多雨水 開始進入夏天的時候 菊魚也是 清明和菊魚是挺配合的 大家可能都聽過 清明前後一定是雨水 它不會很大的雨 清明前後是這樣的 我們有一個雨季 七、八月 這也是一個雨季 很多雨水 所以菊魚的特典 不會有很多雨水 但又會有很多濕溫的節氣 到夏天 五至七月 我今晚跟大家講 主要講夏天的日子 春天就過了 夏天 不用講 那個日子就是夏天的道理 有小滿 芒縱 五至七月 小滿的意思就是 水不多了 春天過了 到夏天的時候 那些水 你看回河流 都不會說很多雨水 這些複溫其實都很有意思的 你看看 這些水都很多 芒縱 大家都知道 都看同色節 這個時間是一個 樂宵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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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樂宵的時候 有些動位 是一年有兩種的 這個是其中的一種 這一種 去到秋天之前 它就要修改 夏天還有三種字 夏天 夏天的意思就是告訴大家 已經進入一個差不多很熱了 大家都知道 大暑小暑 小暑大暑 開始慢慢去到很熱的時候 熱 凡事都是一樣的 熱極就開始轉 物極必凡 去到一個極的時候 它就開始不太極的方向走 所以 看回這個文字 由小暑到大暑 大暑後 進入秋天 立秋 儲暑 立秋和儲暑 儲暑是一個什麼環境的節氣呢 我們人的感覺呢 你們會有一種感覺 也有一句說話 叫做 爭秋奪暑 這個季節 這個節理就是最好不舒服的時候 乾燥呢 有時候好熱呢 有暑熱 有暑熱 又可以秋靈 在互相影響 人在這個時間裡都好不舒服 去到白露的時候 我們秋天過了 將會達到冬天 開始進入秋天的時候 慢慢一路一路 你看到靜脈的一些 很多就呈一些黃色 或者一種秋雨 進入這種秋雨 池塘 你看到一些綿藕 乾了 它就開始採摘了 慢慢進入冬天的前期 寒暗 雙降 這些其實在北方的地方 已經開始有寒意了 進入這個落冬 進入落冬的時候 也都是跟小樹大樹一樣 有小樹大樹 林治水龍都是小樹 大樹一定比小樹 冬至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曾經在網上 或者在自己知覺有種知識 冬至 我們在人養生當中 冬至這個時間 最好早點休息 不要太粗糙 這個日子 冬至 在這個時間 為什麼要這麼重慈 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 進入這個日子的時候 你不要那麼粗糙 不要那麼辛苦 不要那麼夜睡的時候 好好保護它 然後養起你的身體 為你的春天夏天 打好一個基礎 這個日子 如果以道家來說 他就會在這個時間 打造義工 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 一路一路進入 這個日子 二十四的節氣 就略略給大家解釋一下 不過當然要更深的 有時會是剛才部分 我沒有很多 我沒有失去 他經過 還有很多人 你們要不去 你問你是否 我沒有 heißt 你叫我 你叫其他的 我 你叫我 你是 我 你叫我 你叫我 我想在這裡抽一點時間,重溫一下上一次,有沒有補充要提問呢? 上一次我們主要講脾氣,上一次我們講脾氣,胃和脾氣重,為什麼這麼重視呢? 我們接下來介紹食物,或者湯水方面,你的脾氣不好,也是吸收得很好,又往往夏天,脾氣的影響是十分之難。 上一堂,有沒有人想再提出一些問題? 是呀,說吧。 我想問你怎樣可以補充? 我們不要講了,我們講食物方面。 食物方面我們最主要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是飲食方面,你就要注意了。 我們上一次都略略說了,可能都不太深入的說話,一個脾氣,要在飲食上注意。 注意些什麼呢?首先我們脾氣的運化要靠三個條件。 飲食方面就要注意到你,凍液。凍液。凍液,因為你飲凍液的時候,很嚴重地破壞,降低了身體裡面的那個三個條件之一, 就是一個溫度。 我們這個溫度是腐化食物。 吃了食物進去的時候,它會幫它發酵,是靠溫度來幫它發酵。 我們的脾胃是後天之本,製造氣血進去。脾胃是好重的。 我們上次講到,胃是一個加工廠,脾胱是一個化工廠。 加工了之後,經過它一個化學作用,而產生氣氛。 所以它的脾胃就是這樣。 後天的意思,當一個小朋友出生之後,就要靠聖化。 聖化,靠脾胃轉化營養,轉化精微的物質,轉化氣氛。 所以它是後天,後天的意思就是通宿要吃東西,要吸收先法。 它是指的後天來的。 先天是講的神,神是先天。 那時候我們講到冬季的時候,我們會著重說說神。 在神的墳方面,冬季比較好。 我們就在這方面,剛才那位同學說到冬季很重。 影響了溫度,最重要的,在飲食那裡。 在食療方面,我們就有夏天的調養,有冬天的調養。 夏天一會兒我們再講講,如何可以調養這個胃。 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原來我們是皮狀呢,有些人是胃又不理解。 皮狀不理解。 皮狀在西腰的解法來說,是這個淋巴一樣。 這個淋巴是這樣的,很呼吸。 它就在這個。 影狀就像豬腰一樣。 豬腰也是這樣的形狀。 但是它在胃的側邊。 它在胃的側邊。 如果沒有什麼步衷呢, 就繼續。 好嗎? 好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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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其實有很多很多這些關於食譜的問題 但是我都收集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去應用的話 你們真的未必可以多得太 多得都不知道何重入手 真是不知道 實際上真的 你要真的可以 我相信日後可能會在大學 我相信都會有 這個堅定 因為現在在世界上 在外國 中國人有保護織布 發展上就好像有一種感覺 在別人發展後再回來 這樣才是值得的 現在在外國來說 針灸營已經成為了一段可詳情 在這個中醫中藥來說 現在我們有很多意思去到外國發展 那韓桂回來的時候 就開始 可能曾經有一個專家 中國有一個專家叫胡優優 清空素 這種中藥 可能因為這一個而打開一個缺口 成為一種進入這個中醫一個次人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事 但是很可惜 他發明了這個藥的時候 給外國人作為一個恩記專入 這個太可惜了 這個太自私了 一個中國人發明給你專入 只有理論 本來他發明就是給全世界全民 中國人很偉大 不過就是總是很努力 所以不要緊 中藥的東西真是 運用中藥裡面有 黃醫師有一本舊版的 全中國的中藥 裡面有五萬種藥 什麼概念 中醫呢 一個中醫 如果是一個全科的中醫 其碼都有五至六百種中藥去運用 如果是專科的話 或者窄一些都要三百種 這個概念大家想一下 那六萬種 六萬種其實還未包括一個藏醫 其他的一些民間人 還未計這些 只是一個國家統計的 一些基本的藥都有中藥 所以中藥你說它要專利 其實還有一些很難炒得起的 但是炒來炒去炒去 炒那些日本的東西 就是民間常盟 好像你說紀子 甚至淮山 最炒熱得的就是名貴的 一些東從中藥 這些就是炒到非田 那些我覺得 大家不要跟著這個事情 幫人來做生的 有些藥 照理身體的藥 不在於貴的 在於產生了 我們通常用藥 是用湯 一個綜合的方法 好像大家認識的 和你們國縣 聽過什麼 六君子湯 或者八珍湯 這些 我們通常都用這些來綜合 所以就是一些名貴的東西 它是有一個價值在 但是未去到一個這麼高的價值 好 好了 書籍有很多 你說買冰冰好 我都給你聽 大家就去學習了 這次念我們 拿著它的原則 我們的身體體質 還有什麼屬性 我們跟著它的體質 然後再去調配 因為現在的人的生活水平高了 所以我們很注重湯水 很健 以前又煩了我一吃 吃得吃飽 這個廣東武功 所以現在就很吃飽 剛才也提到 很有機會 這個職業養生 會進入大學的變化 所以你們的學習都差不多了 剛才也提到一個 這個皇帝內經的問題 約食同源 其實是出自皇帝內經 這裡有一段 跟大家研究一下 天食人與五氣 地食人與五味 它又說 五谷為養 五果為作 五粗為益 五疏為充 氣味合而復之 以補精煉 下面呢 如果你們要理解一下它 下面要有一個註解 就會比較好些 我或者這樣解釋 天食人與五氣 我們講的人呢 如果那個位置的擺放 就是天人地 天在上面 我們的天有風有雨 就是我們離不開這些東西 我們人呢 離不開這些東西 天氣的影響 我們人在中間 所謂好受的影響 都離不開它們 地食人與五味 他說我們人呢 我們食的食物 但多數都是在地球上 它生長出來的東西 我們要靠它們 原來這些植物呢 它存在有五種的味道 為何要五種五六種呢 我們說五味對五入 我們說五味對五入 對入五種 下面會再看一看 五味和五種 有對應的 你了解多了多了的話 你在選擇去應用的時候 你就會多了一層的知識 五谷為弱 意思就是說 我們主要都是以五谷為主 蔬菜、肉類的輔助 現在現代人很多 為何這麼無意思 你覺得五肥 為何都有肚子 都是因為肉類相對地多了 所以很多飲食 都是應該以五谷為主 我的飲食是以米飯為主 都是符合五谷為主 都是符合五谷為主 五谷為父 三谷、蔬果 這類的業 就是簡單來說 要營養、要均衡、平衡 五足為益 五足為益 五足大家都知道 生畜 即是以它作為一個補益 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有湯水 菇雞 都是燉湯 都是因為它有一個 跟蔬菜、五谷 不同的營養 有些素食者 我會建議它 它因為不吃肉類 如果用原來西醫科學醫 我們人需要的紅色素 血紅色素來講 主要的來源大部分是肉類 特別是紅肉 這個就比較豐富 如果蔬菜的人 吃素食的人怎麼辦呢 我們要在植物裡吸取紅色的植物 有一件事很若忠若蠢 我會建議它用它來熬湯 叫做雞魚頭 雞魚頭這種植物很可行 不過市面上有一些叫做大魚頭 是小魚頭 而且我們在大魚頭 這些叫做大魚頭 對 好 我們在大魚頭 就這樣 吃 是 吃 這就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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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全一全開來 聞了五分沒 一想之后,我再跟大家介绍这个体验 你吃我没什么厉害的 看不看得到一件一件 越大,里面一件的颜色就越多 这些脚来的,质液来的 如果这条腾来的 这条腾是很粗的 现在晒得那么干,大的时候也是那么粗 它收缩了,但它横翅面来 所以这个鸡月痰,要选择优良的品 一定越深色越厚 没得你选择的,一斤就放进去 基本上,所有的部分都不错 但是你基本上要买到一个症 可以了 我就没有备到,因为没有准备到这些东西 如果那个叫大血痰,就很漂亮 它就软铁软的 不是好像腾壮 但是它都是这么多 它这些质液,没有那么丰富 如果你说,新鲜在你横翅面斩它下来的时候 它那些好像血洞线 好像血洞线线线 所以,素食者,这里应该有部分是素食者 那就用它来煮拖 那你煮什么呢? 待会介绍都没有,不如说一说给大家 记一记吧,素食者 素食者,做什么意思? 就说,正的鸡苑 很难,我这次很难做都可以做 这些就是做的 我买了一次,也太清楚了 没防你买 我买到就可以了,我没大质 那些都是所谓的 你们是用那些质量的 不过就是想给大家吃 这块就好 这块就好 它斷了,它還有一點點 如果最好,都未算得最好 如果說執業來說,這塊是最好的 因為很深刻,這個是淡了一點 這個是淡了一點,這個也不錯 其實整體這些都不錯 整體都不錯,全是全體 所以我們講到肉類,真是紅色 就是我們身體需要這個方面的認識 有些素食者,它們未必有更多的認識 這方面的認識,他們就以保許容積職 有沒有根據呢?有一定的一個 都是這個思維的想法 但是你說要真真正正是有作用和保 我想很多市民就會有一種誤解 好像你這樣說,很容易誤解的人 例如你這樣說,紅棗呢? 紅棗保育喔 但問題是關鍵的一個問題 有時候你們買的產品,紅棗呢?有保育在用 但關鍵是否起到作用 特別是一個虛弱的體質 大家要想這個問題 起不起到作用 有作用不等於起到作用 書本上一定是這樣寫的 但是作為一個商品呢? 它有保育作用 它就要這個重點出來 那你們呢? 就分分鐘賣了回去 應該不行的 他說有作用不等於起到作用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五粗,五疏為充氣味 合而伏之,以保精氣 這兩個字呢 大家就不知理不理解 精力 我們上一堂都說了一件事 聊了一大課 我們的氣味呢 製造氣血 或者我們再補充一件事 重複氣和氣血的生成過程 我們不是說了嗎? 有沒有說上次 氣血的女性以血為主 男性以氣為主 中間就有一個精的 那個精就是精微的物質 這個精氣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胃 通過那個溫度 蒸發它的食物 蒸發精微的物質向上升 那種氣就是所指的這種精氣 應該準確一點就是精氣 就是這種精氣 在古文 我們要這樣理解 繞了一個大灣 跟你們解釋 當你將來講到精氣 你就會理解多些 精氣原來就這樣明白 原來這個精氣所發生 是在皮胃 特別是一個胃部 這個精氣通過胃部去蒸發之後 皮藏主吸收 就吸收了它出來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精和氣是這樣的 我們通過食物 所以它就這樣演繹了這個二寶蒸氣 這一個公文 這一段就大致上這樣 上面會提到五味 又講到五氣 五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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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就說 原來就說 皮呢 醋 椒 香 腥 苦 這幾種味道 就要知道一下 它相應的就是五種 這裡就比較 比較 這些 對你們來說 可能比較 難以理解 我們在這裡提一提 藥膳 或者食療 我們基本上就是從三個方面 在治療 疾病方面 如果你是一個 要注意一點 一個人 有很多時候都會一種 不理解 就說 喂 我有病 你開個湯水 來來來來 調理一下 我們要搞清楚一點 我們一個有嚴重的疾病 病情嚴重的時候 都幾幾慢性 我們呢 首先要 真的需要弱癢的時候 首先要弱癢 調理好之後 我們需要食療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食療的階段 所以在疾病來說 但是有某種情況 疾病也都可以食療去解決 就要看你什麼 你告訴我 雙風感冒 食療行不行 有些可以 有些真的可以 下面我介紹一個湯水 所以 發燒也可以 不過 我這樣說 我說可以 你都不敢做 發燒你都會去看西醫 放多一點 到下面我再介紹一下 食療 你凡事都沒有絕對的 不是說 有疾病 一定要藥 不可以吃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情緒 基本上它的原則就是 幫我們吃藥癢之後 進入這個條理界面上 最適合的就是食療 還有一種情況 一個身體很虛弱 它承受不了藥 那個我們就要吃藥 它舉個例子 一個很虛弱的體質 它接受了西醫的治療 中藥它又不吃 我們要發揮我們的食物 我們剛才說的 脾胃的製造器 如果我們沒有食物 下肚子的時候 那個人的營養就不會 我們有一個好的方法 是什麼方法呢 就是 在以前 在中國 糧食緊張的時候 那把人住緊張的時候 就有 在順德 故事是這樣說的 順德呢 他們是一個魚之鄉 有動物很豐富 有些地主 是很有錢的 有些不是地主 就沒有錢 他們會打工 那他們有錢人 有錢人的太子 有病 他們會怎麼處理 吃不到東西 就算你不要看西醫 吃中藥 那你沒有胃口 怎麼辦 那你有一個食物的方法 幫助 我們簡直叫做米油 米油 將一個米 他們很誇張的 用一斤的米 一根據的概念是什麼 當時這些人人 人家是煲爛飯 甜飽去做 原來煮米飯 不知道大家是否這樣 下少點水 蝦仔米 好吃 那個年代不行 要給多點水 發到它脹 蝦仔米要去到那個程度 就行 那就解決了這個 都沒有這個 分飽 就省了錢 省錢 不是省錢 省了這些食物 因為沒有這樣的條件 一些窮人 那這些有錢人 他們就會這樣 煲米油 一斤米 煲成一碗 那些就叫供營 所以引申出來一件事 大家記一記 我們米是一種很好的食物 米是一個好吃的 我們在說虛弱的患者 吃不到東西的時候 我們現在用運動在現代的寶寶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 現在都有很多賴粉是燥熱的 我們都教大家一件事 紅米 一斤米 一斤米 煲水 滾到滾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關係 滾涼滾 就變了涼的 如果你煲久了 就變成平和 這裏說的食物 有良性 有溫性 有平和的 有燥熱的 有不同的程度 如果這個米 一煲到 剛才我們說的米油 就變得很平和 什麼人都可以喝 不管你房底 不管你熱底 都可以喝 但是這個米水 三菌、兩菌 我們因為特殊的重複 我們實際上 也是一個平衡的兩個字 在中醫 治療疾病 都是離不開這兩個字 平衡 我們中醫有一個重複 熱病 溫熱的病 我們就用涼的藥物去治療 熱病用涼藥 涼的病 好像剛才說的熱病 就是發燒 涼的病 什麼叫涼的病 怕冬 那叫涼病 我們要給他一些瘟疫的藥 讓他撞一下火 讓他救火 這樣就做一個病 所以在食材上 運動上 我們不可以離開這個平衡的藥物 簡單的說 也是一門的藥物 實際上 老人家一定會這樣建議 一定好像火精總包到喊 不要給他吹風 因為他的體質藥 當他萬一吹風 感受風 感冒的時候 他十分之難 難得再 體質差 剛剛生完了 但是這裡有一個事情 大家要認識一下 如果那個孕婦 產婦 他在懷孕之前 很虛弱的體質 身體很差 真是你想調理身體 想把身體改變 最好就是懷孕 懷孕 懷孕 懷孕的時候 你又要把握機能 把握機能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說 你身體很虛弱 很虛弱是一個優點 不是他怎麼樣 他要吸收好 你吃什麼 吸收什麼 那個時間就改變你 怕冬的人 沒那麼怕冬 甚至不冬 這些如果你是這樣做 真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 回頭了 別撐過他 先說米 米水 是炒米水 米就輕輕炒 不安定就可以了 馬上蘸水 拿水馬上蘸蟹 滾兩滑 那就好氣了 那有什麼作用 產後的女士 如果身體差的人 一定是很乾的 喝普通水不解渴 好了 你說我有錢 就告一些石盒 不行 石盒 大家都認不認識 石盒有一個很明貴的忠用 是被人炒到這麼明貴的 石盒才是涼 如果那個產符 你焗一些石盒水 它是涼的 身體虛弱 它受不到 那就不夠 所以就要用一些炒 黃黃的賣水 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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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它就生津 紫學 代替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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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現在很多 這些是基本的 以前老一代的 其實忠醫是收集民間一些的智慧 而組成的 如果你作為一個忠醫 早期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忠醫幾千年前 五千年前 是無醫來的 無醫 給你 給你 電話咒 給你符水喝一下 現在的油 現在很多的老家 都做 我的 入口的時候 我曾經用 滑符 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有一個 入口的時候 根據一個山索油 還在我那裡 是 魚骨緊張 魚骨緊張 拿著一杯水 向著東方 就畫一個 符 那 我有一點點要求 不給過他的手 我畫完之後 就給他一起口 忍受 可以說 基本上 百分百都靈 我試過都靈 那這些呢 我們講的 中醫就說 以迷信我 凡事上是有限 不好意思啊 我們都很重視 一些有經驗 其實終於是一個 捐過五千年的 沉澱 累積出來 到現今 一個進入了 這個大學的電台 我們有一位 廣州的 前面的中醫院大學 是一個教授 拿到 是國家級 拿回國家的力量 他 都曾經沒有批評到 一些博士 他就說 你看一下孫師妙 一個約會 古台一個 還有一些很經典的人物 以前誰讀過哪間大學呢 我們在這裏 做一個中醫 是要用心的做 學了基礎理論 都未必得到 如果你不用心的做 從頭到頭 所以終於就是以前的 就是一個 公式 經過幾千年 幾千年 五千年 這個文化 其實終於是 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步伐 重要的步伐之一 你看回 所以你們很多時候 在古文這些 或者是經歷 為什麼以前 人家根本那個文化模式 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這樣說 通俗了 是整個文化 所以 所以在治療疾病來說 可以食療 但是重點要知道就是 一定要先養療 調理好了 先 老師 我請問問你 為什麼用草莓水 不可以用草莓茶呢 一樣 你寫個名字 好可可可 你看看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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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醫師 都在管理中 這個中醫學 待會有需要問我 那些片段 我有一個例子問我 黃醫師 怎樣可以開拓病 好 那你主導管理中 主導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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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所說的就是 結經問題 所以 黃醫師 關於女性方面 定了美女 這個可能參加了適合 不過 你們相信上次 但女性多一點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次是定了兩方面 要自己去請求 主導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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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西醫的治療 會當作你們有問題 都是正常的 兵兵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時間 三個七 就是定了 簡單的理解 三個七 另一個就是三種顏色 三種顏色 時間是怎樣說呢 不應該遲七日 來的 不應該來七日 又不應該 不應該來七日 又不應該提早七日 一個提早 一個遲 一個時間 提早 代表血液 有問題 血液 那些血液 逼它妄狠 就是逼它早點來 遲例 就代表血液 因為你 儲不夠 正常二十八 三十日 你就滿了 你自然就滿了 除了懷 是吧 但是你能不到 你要儲 儲多 如果你說 一個禮拜六 六天 可以不可以 我勉強接受到 七日就定 你一定要給日子的定 七日 超過七日 當然更加嚴重 是吧 當然有很多因素 這個慈禮就代表血液 是吧 你不夠 那麽來不了 那麽坐不了 有不日人滿 就來的 很正常 它聖的月經 就是這樣 好了 泥足七日 甚至超過七日 有家大有家 人不人在家 氣血涼 愈熱 愈退 氣血涼 很簡單 很容易 是吧 好了 另一個部分 就是 它的顏色 通常 驚痛 它一定有乳塊 我們定它為赤色 赤和白 一三五十 先說赤 是吧 形成赤色 形成乳塊 不是一例 是一塊塊的 先從變深赤色 慢慢乳片 乳塊 一塊塊 去到那個時間 就完了 痛到 回不了工 頭暈 很多症狀 但是 這個問題 最低一樣 你看西醫 你痛 子痛藥 有魚 正常的 那麽便比較 會引申些什麽 在這個問題上 女性有三種牛 基本上是 淋巴 朱古力 朱古力 一個是子宮痴迷 是吧 剛才說的朱古力 就是魚血 積聚而成 什麼叫朱古力 就是魚血 營結了 這個 如果你說當它正常的話 那便是糟 但是 可以很容易調理 你每個月 你每個月 吃幾七月 有這個現象 每個月 調理到它正常 如果想一個人 由內美到內美 其實女性可以很美 就是要這樣調理 第一 就是調理月經 不離不開 剛才所說的 時間制 好了 我們講了赤色 黃色美國 赤色代表魚血做了失效 好了 再補充赤色 怎樣形成 大家想知道 應該 怎樣形成 形成就是 有情緒影響 工作緊張壓力大 但不開心 形成的氣質 骨結 力血混合感 similarly 這違法 尋了 脫衣 再阻塞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把河流 河流 河流 令河流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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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到某一個病變時產生褒褒 褒褒圍住了 裡面再有飲食 飲食是很重要的 形成了腫瘋的時候 你喜歡煎炸辣食 甚至那些 聽到的地溝油 其實現代的飲食 現代為何那麼多的飲食 油那裡出了問題 出了很主要的問題 開始都想不到 有些人很注意健康 都一樣萬能 所以這個人很重要 所以我在這裡吩咐大家 油炸鬼一塊都不准吃 我問問你們有牛泥酥吃不吃 油炸鬼不准吃 牛泥酥呢 可以吃 可以吃 都算是聰明 為什麼不能吃呢 其實就是因為都是我的意思 那些油來炸 不過在這裡我告訴你 油炸鬼越美越好吃越糟糕 為什麼 在這裡解釋你 是萬能油 為什麼 原因就是 我們要了解 因為這次真的 都幾通識 因為有些東西 涉及到不一定要去完解 原來要製作這個油炸鬼 它不可以用新鮮的油 新鮮的油的度數太高 因為油炸鬼 它是一種會發酵的食物 它要用一些發酵的酵素去搓那個麵粉 成本很低的 是麵粉來的 但是它就要用一些發酵的麵粉 加一些東西一起搓 用麵粉才好吃 但是現在有些人偷雞 就用一些發酵粉 發酵 做一個這樣的製作 那些就不好吃 如果它用新鮮油炸更糟 然後說為什麼一定要拿炸油 拿炸油的溫度低 假設新鮮油是200度 一定比水溫高 水是100度 它一定是高過假設 假設200度 如果那些爛炸油 大約就是100度 它就是要你一個這樣的溫度 讓它在炸的過程 你有沒有看到它在留言 按一下按一下 其實是讓它發酵 發酵 那些是很高的 那些是拿炸油的溫度 其實它如果是100度 你可以90度 80度都可以 但是它更好 因為它發酵的過程 又更加厲害 更加發得透 發得透是不好吃 所以說是越好吃 很厲害 飲食上有很多陷阱 這個就是馬仔油 不過還有一個陷阱 真的要提大家 因為今天大家來吃肉 湯水 都是很注重健康的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不過你們有疑問 那些人覺得多一點 煎羊三寶 煎羊三寶 有沒有問題 有 有 問題在哪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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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 有 你有沒有看它的小食店 它都是在旁邊的 用來筆來煎 在炸鍋鍋 用來煎 那個又用打碼炸 但是你給別人的感覺就是 煎羊三寶 沒有 它煎的都不是炸的 這樣就麻木了 這樣就真是 就算了 對吧 所以越感情長 再舉一個例子 蜂炸 好吃 好吃 你又知不知道蜂炸是怎樣製作 炸 炸其實沒有問題 如果你真的要吃 在家裡炸 在家裡也煩 如果你炸得好 這個就很麻煩的一個工作 但是酒樓不會用新鮮的炸 我也了解了一件 它把你炸什麼 鹹水閣 總之之前炸的東西 穿堆仔 炸了那些東西 就專門那個桶 裝起來 那個桶 我參觀過後 嚇醒了 但是 偶爾會 它會 積積在桶裡面 那些積很厚的 偶爾就要剷 它不會丟到桶 它不剷的時候 你想想多髒多辣 那些油就拿去炸雞腳 那個雞腳 你要燒很穩的油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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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去 啪 發出風 才爆起它的根 才夠的水 爆了之後 炸得好重脆 然後就放進去 水裡 沾水 蒸 吸頭水 然後 油再調回 一片一片 蒸在一起 很美味 不過 真是慘 我這樣講 你們以後很多 很多話 很難吃 不過 真是為了 我不吃這些 可以吃 真是沒有辦法 後果不用經過 還有一個 真是說一句 真是不好吃 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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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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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回來吃飯 真的好吃 我開始不知道 我都很喜歡吃 嘩 大豆芽菜 煮豆腐鍋 廣東靈菜 真是沒有那麼 關鍵也是那些油 你們想吃 你們想吃 給街市買 是不是它讚你 不是 它交來 因為它拿貨 就是工廠 好 工廠 那裡才大件事 所以 我建議你們以後 吃夠 煎好了 炸就可以 一兩天 一兩天就煎了 否則 就煎 半煎炸 好 好了 不說了 也不說了 第三個 說到第三個方面 預防疾病 其實是涉嫌發揮得最好的 預防疾病 牽涉到 也在皇帝內經提及到的 治療病 治療病 治療病的概念是什麽呢 不過我在這裏重提 我一直這樣說 你們可以舉手 突然想到什麽 你馬上舉手 我希望一個這樣的形式 不要客氣 我希望一個形式 皇帝內經 因為你們倆很熟悉 皇帝內經這本書 的模式是這樣的 一個皇帝 和一個 那個叫做奇伯 這個有色之人 尚之天文霞之地 每一都懂 皇帝問什麽都答到 他就是一種 即是答問人識 我希望可以這樣 所以我剛才看了一眼 好 立刻 他的手 那這種氣氛 會好一點 但你們可能還沒習慣 不要緊 你不講我講 預防疾病 就是發揮了 在皇帝內經的治療病 治療病 治療病是什麽概念呢 大多數人 亦都提及的 上醫、中醫、下醫 有些人說上醫治療 中醫治療 其實我們現在每個醫生 中醫、西醫都可以 西醫不要講 我們先講中醫 我們現在做一個中醫師 全部都是下醫 上醫是你們給我的 我能不能做到上醫 你們給不給我 有沒有重視這個身體 未發生病 小病 你就要來了 通過食療 去解決它 這個就是上醫 治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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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亦都提及到 一個三復天的問題 所以 預防疾病來說 最好一些小問題 我的病人當中 有極少生病 他真的會治療 小小問題就是吃中藥 我在這裡賣一下廣告 賣中醫的廣告 有些疾病 你不吃中藥 你不吃中藥 你要吃西藥 大家都知道西藥的負重 都提及到黃帝外經裡面都講過 我們的天然正常都有一塊東西 有些事情會重複一下 120歲 我的體法認同 現在不能達到120歲的話 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好有它 壞有它 那個是生命的質素 而它失業 我建議你們去上Youtube看一看 我 這兩個人我看了一個病 在Youtube看一看 是關於糖尿病 我到時打到那個群人那裡 那個兵員已經很想看 是關於糖尿病 因為你們有很大的字 關於我現在講的這些 糖尿病的問題 這裡不想浪費 你們要上去看看 給大家一個好的認識 關於中醫和西醫 你們應該怎樣去認識 我不是說抹殺西醫 西醫有四百年了 為人類貢獻很大 中醫呢 不知道自己幾年了 五千年 不要說五千年 我們說回 和針灸這樣 針灸二千年 大家同樣說二千年 好不好 都有二千年 西醫四百年 他的貢獻很大 他的貢獻很大 他貢獻在哪裡呢 出生率呢 以前的出生率 很大貢獻 不是說懷孕一定可以 現在懷孕基本上 還有一個關於我 是接生 以前廣華 我所了解的歷史 廣華 接生是最難受的 是專門做接生副科 那時候 要靠接生火 要靠這些 你都在這裡 清靈噴熱水 就是一個這樣的模式 現在西醫不是 很衛生、很乾淨、很科學 黃色 已保身 保証出生物 保証出鏡囡安全 以前生子很大機器 有那些產品死 要不就是寶貝死 要不就是她產品死 所以這個現在到了目前的情況 西伊都會回頭 還有一個例子 現在已經是兩年前的中風 昏迷西伊就在右邊開了 抽了那種蟲 語言露出來 如果你沒有西伊 這個人就無法接手了 你喜歡多厲害都會 所以西伊又會西伊 這個很難看 這個就是中西伊 問題就來了 你們是甚麼時候中醫 甚麼時候西伊 甚麼時候中西伊 今天你們大家要講 這個有一個興趣 再探討一下 好嗎 這個關於醫院 所以中醫西伊 中醫呢 大家認識多些 對身體的保障更難 有很多長期的病患者 甚至一些人家 如果他能夠接受中醫的治療的話 那個質素會輔助到他的病患者 你不會有中醫的治療的話 就一直會令到那個壽命 生命的質素很差 所以說到這個 黃帝內經提及的 這個所謂一百二十年 這個所謂我們的天母 這個就是其中原因之一 這個是西伊 當然還有很多人欣賞 長受的秘訣 健康長受的秘訣 其實呢 第一件的就是 情緒 心情 要樂觀 事事 要保住一個 現在很流行的證明 不行要學習 女性就是這方面差點 女性差點 情緒方面的控制 沒有那麼容易放得低 男性相對好一點 所以呢 在中醫有樂藥方 叫做消遙神 專門設計給女性 基本上設計給女性 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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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脈上都會有 剛才我們說的不是 成脈都和五臟有關係 所以一路一路提及下去 好嗎 好健強身的問題 我們多方面 可以通過食療 由藥的體質 以及強壯的體質 當然還有其他內容 還有運動 這就是這樣一個方面 有些疾病 我們都會通過藥員來幫助的 相互相成的 有些疾病 又會體現到在哪裏呢 我們舉個一個症狀出來 出汗 汗多 其實汗呢 有日頭出 夜晚出 日頭出和夜晚出 日頭出和夜晚出 日頭就叫自汗 夜晚就是渡 渡汗你看 鬼鬼酥酸 好像茶公一樣 為什麼這樣形容呢 原來那些汗呢 躺下出汗 當你一寫 乾了 但是那張床濕了 你的身就乾了 不出的了 所以形容到汗 這個是我們古書記載 是這樣寫的 所謂形容都非常貼切 到汗 原來汗呢 為什麼會有汗出呢 怎麼為之不正常呢 好像在冷藥的地方 涼透 動作它都會出汗 這就是不正常 你說 外面大夜之時 那些汗 它有問題的人 很容易感受 很不正常 汗呢 和心臟 和氣 和肌 汗為心靈 我喜歡這道 汗呢 原來 心臟的血液 那句說話 這樣說 汗為心液 汗 即是心 心血 那意思 不斷流失的汗 即是流血 虛控 當然 異境 一個異境 實質 都是 它是慢慢地 虛控你的血 流血 很辛苦 流血 流得多 就不斷 很辛苦 我們在治療上 有些湯水 大家都很接觸 的 效果不錯 好像你們說 北齊 頭小麥 我有一個小病人 五歲開始 很多汗 小朋友特別多汗 特別有這個症狀 特別多這個症狀 為什麼會小朋友特別多症狀 是因為他的五臟六虎 特別肺的功能 神的功能 不成熟 差了 所以很容易 如果這個小朋友 小時候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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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不可以突而其來的聲音 突而其來 一個事情 會有 撥撥撥 心跳 很快 不跳也好 它會發生了一個恐懼 所以有一位人會說 你 以爲 你有沒有覺得 你心血少 他這樣 沒有奇怪 最好 這個時間 在治理上 嚴重的 真的要先弱療 弱療之後 它就會習慾 腸皮 甚至我們要用一些比較名歸的中藥的人 人心 北齊都是一個很好的保氣 強心 在中藥中 保氣強心 有些心臟病的人 我們要給這些責任 當然最好就是人心 北齊有保氣保養的作用 人心亦都有保氣保血的作用 但是人心就 因為他們很盡猛 雙風感冒的時候就不准吃 大家要記住 雙風感冒是不准吃 因為為什麼呢 雙風感冒感受風情感冒害情 你吃了它是一個保氣的東西 它又困住了你 聽說是一個感冒傳女命 感冒傳女命會死人的 將那些病情 由肺開始困住 好像假如你咳嗽 吃了人心 你可能不咳嗽 你會心口未濟 呼氣困難 會這樣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的病情困住 因為你的病情困住 氣機受盡 好了 你不知道什麼事 慢慢慢慢就進去胃 我們之前說過 有一個三招的問題 有沒有忘記 想再說三招 你們明聽學三招 知不知三招 對 證明了你關注 關注過這個問題 就是上中排 上上招心肺 中招脾胃 下招肝肺 下招肝肺 三招中招化是一條通道 即是用指導來形容 上招紅 羅湖 中招九龍頭 下招紅頭 是否講錯了 這個 講錯了 那個就是羅湖 是吧 下招羅湖 這個就是一個通道 中招肥肺 為什麼我們講來講 又要講回肥肺呢 肥肺是中間來的 那條通道 當你失去 有問題 交通不上上 交通不上上 還不重要呢 各位 很重要的 所以 胡醫師醫病 不管你任何病 包括你男性 首先這個位 皮胃重點 我們在用藥都是 黃啟淚經 又是說了一句 疲惡 四季不受邪 不受邪 不受邪 邪的意思 外來的東西 影響你身體的東西 包括你飲動的東西 你的脾胃旺 短時間飲動的東西 與你無關 你抵受到它 你的本錢 所以說 旺盛 不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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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因素 點到你的身體 疲惡 四季不實 就是這個理解 好了 那三招呢 講到這裏 講到汗的問題 上是心肺 上朝心肺 中朝肥胃 下朝肝神 大家真的要好記 疾病的東西 它可以很有規律 由上朝 中朝 到下朝 一路慢慢傳去 但是 不是這麼規律的 由上朝直入去乾燥 有月經的 即是要看環境 看情況 不要跳上來 嘩 即是要看環境 不要跳上來 即是要看環境 他很奇怪 他人都不會出來了 自從帶了一個鈴鐺 那鈴鐺是一些電子去室 他根本沒有室 他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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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乖 乖 於是出汗 那裏有些人 會做運動 出很多汗 特地出汗減肥 但其實有聽過 有人說出得汗太多 就是沒有 即是 即是即是他做運動 他出了很多汗 覺得好像出了很多汗 出了很多舒服 但聽過 因為芳香所說的 那個十五個山 是的 我們一定 剛剛跟大家分開那個問題 就是汗和心靈 現在很難分 你們有一個問題 就說我怎麼為之多呢 我運動的過程出了很多汗 那算不算是多呢 我們要注意一點 當我們運動出了很多汗的時候 我們在第一項目的補充 我們出了那麼多汗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症狀 這個好運 什麼症狀呢 做完運動 我出了一身汗 很舒服 沒問題 出現一身汗 哇 疲乏 不想動 不行 不要那麼過路了 這個是關鍵的診療 明白 這裡就是最重要的了 不是說我錯了 關鍵是沒有肚皮疙瘩 不想動 哇 你運動的嘛 增強體力 對關鍵是虛弱的體力 這個就是創的 對了 這個形式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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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有誰是晚上做運動 傷心的 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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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時候 這不是影響到一個中心的知識 你這樣想就知道了 是一種常識 關於二氧化碳問題 晚上 植物排放什麼呢 二氧化碳 不好的東西 早上樹木 植物排了什麼 沒有 為什麼我們要求你們 運動要早上呢 是一個很簡單 是一個很簡單 所以 晚上不應該運動 晚上要做一些 是 一些散播 根骨 不要太大的呼吸 剛才我們說 你晚了 呼吸不越多 你吸動越多 都會沒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 OK 其實 沒什麼所謂的 真的不知道 我都不認識 有時候 我問幾個都沒有 不要緊 我插一插書 然後答你一下 因為 第一 黃醫師 我就完全沒有 教授 就不是一個 教授 都很像我 不知道這麼多 一個 一種醫療 毫無意思 曾經融出 我經歷了 有兩個不同的制度 亦都經歷了一個 一些 一些 生活比較貧困的 你可以 就算你們四、五、四、十歲 都好 香港出生的 都沒有這些經驗 所以我中醫其實要經歷很多 經歷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面對很多東西 你就會解答自己 還有對你一個中醫的思維 所以我建議一些畢業生 多點去街市 要去街市的 你教人煲湯 食療是一個部份 我看到有些學生 睡了電視 就很像 但問題是 他設計一個湯 湯水 我一看到我就真是減肥 一個人的皮膚 他開了一個燒風散 給你加了一些肉 燒風散是怎樣 燒風散是一種藥框 十幾二十二日 有 我讀給大家聽 這個是燒風散 這是很重要的 二四六八十二十三寺 有石膏 胡麻仁 驚戒防風 牛磅子 善鋪 倉筍 苦心 枝木 當歸 山爺 木工 殺生生 你知不知道這些是甚麼 煲出來的不是湯 是藥 很難喝的 那些最難喝的 湯水 又苦又苦 防風 除了大陣的味道 很難受 京界那種味道 也是很濃的 枝木很苦 苦心就苦到 接近黃年的人 苦過黃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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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心就苦到接近黃年的人 你想想 不要再說下去 那些是沒有苦的 只是這個湯 叫人家加些用 你加甚麼都沒有用 加糖精都頂不住 披不住他們的味道 如果假如一個燒風散 對進去的話 那要怎樣做 那這個就幫不了人 如果他真是傻傻 你真是拿去煲 真是有人真是會煲 你真是會煲 你真是醫師 真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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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建議他 真是要去解釋 你要設計一件事 很容易的 你針對皮膚 要用一個食物 用石 水石 雞尺有賣的 用水石煲湯 加一些相關的東西 或者簡單一點 水石加些生薑 都可以 因為它是手風的 幫助 當然你再配搭一下 好像你說 其中裡面的蟹 蟹它沒有甚麼味 它透化好 有清潔作用 那你又可以做到這個作用 所以你 一刻一刻一刻 要懂得多一些 日常生活的東西 文醫師 白雪就煮飯給媽媽吃 旁邊還會覺得 你不懂得煮蒜 其實那個是蒜頭 因為他不懂 好 我們說到多汗 其實就是 簡單一點 這樣說 北琪 浮小墨 紅棗 紅棗 還有甚麼呢 白色的就是補肺的 潤肺的 赤色的 那些會有健避胃 有收斂的作用 會出汗 浮小墨是甚麼 浮墨 一個小墨知道 小墨知道嗎 小墨 原來浮小墨就是壞了那些墨 壞了也有用 壞了也有用 你說喜歡這些 多環保 多環保 是吧 他怎樣去用呢 洗 浮了那些 收集了 醫師 我想問一下 現在再來七者蛋 是否那些 七者央裡面的東西 浮小墨 老人家真的比我好精準 有機會的 七者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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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餅餅的 現在很少啊 以前我們小時候 是那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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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一餅餅 是的 因為稻米 我們吃的米 它要灑了一層米 即是菊 菊 它專門有一個田 就是 黃醫師 我們以前讀書 要學生名 學工 學文 學兵 他覺得要去學 三個月子 我們要去插秧 所以那些田 弄了之後 它就等到那些秧 那些菊 就飄了棉出來 飄到那樣子 就剷起它 然後擺去陰地的地方 去到那個 插秧的那個器字 它就拿出來 用人手插 插插插插 好有規律 有機會 但不敢肯定是 很大機會 佛小麥就是這樣 佛小麥 剛才說了一件事 北極 不如 比擋心 擋心 北極 一兩 各一兩 浮小麥 浮小麥要多些 二至三兩 要看閒些 大人要多些 小朋友要二兩 二兩 因為這些船本 是很平和的 下多些都沒有問題的 蓮子 蓮子 就落一兩 基本上 紅棗大約是五六顆 紅棗 怎麼處理呢 有沒有人聽過紅棗的故事 有沒有 紅棗 有人就說 大多數都這麼說 紅棗 紅棗 煮湯要去壞 不會去壞 會醋 有根據 我每次講這個事件的時候 都會有根據 沒有根據 其實紅棗的作品 比你更溫善 你去到它有什麼 對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你不浪費時間 市面上有些紅棗 幫你去買核 不要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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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原來一些植物的東西 果實 果人 那個就是保鮮 對不對 是不是 風乾了 一些這樣的物質 它流失了 流失了 所以不要買 要買原盒的 不要吃 那怎麼辦 簡單一點 用剪刀 花錢 我最喜歡買的 花錢 20元玩 剪開它 剪開它 核也要剪開它 核也要剪開它 但是呢 那些核最好 怎樣 要剪就是 兩邊剪 中間 剪三個部分 嗯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可以說 在20多年前,我開過很多辦公室,就在黃泰斯寫的中心 都說過這件事,其實這顆鎖是很賤人的 以前的人就怕小朋友吃,卡住了它 很賤人,分分鐘真的打扯一打,卡住了它 很大件事,比蓋鎖還差 我想我那個褲都頂不住,我都沒試過 所以其實那顆鎖,剛才都說過 你要說到溫性,你都不夠溫性 你都不夠皮的溫性,所以沒什麼理不得 我們是最關鍵的,兩頭都是滋味 我們這樣在兩邊剪,你看 如果我們去煲茶,我不給你怎樣煲茶 就是剪掉它 剪掉它,因為它不爽 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剪掉它 剪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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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有些人想吃 那你就會整顆鎖 有一部份剪掉 一部份剪掉 那我就會抓到 剪掉它 很可憐 對了,五、六顆、七、八顆 無所謂的 因為這個作用關鍵就是 董生、北極、浮小麥 最重要就是這個 董生、北極、北極、浮小麥 董生、北極、北極、浮小麥、浮小麥、浮小麥 雙蓮,我們叫雙蓮 雙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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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蓮子 即是有皮的 有皮的 其實那些就是 那些好像飄了 但現在那些多數是 很少整顆都是兩邊無心的 開邊無所謂 那些蓮子開邊無所謂 雙蓮子 雙蓮子 是不是要去手 啊,蓮子問題 看得好 你不看,走好 蓮子最好就是去心 其實去不去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那個穴所產生的作用不太大 還有你的心 心有甚麼作用呢 性質是甚麼呢 性質是防禦 性質是防禦 如果你說心火食 有食業 專門有連枝心賣的 可以煲水給人喝 媽媽要吃了 可以煲水給人喝 不過很苦的 但有症狀 聽清楚 藥物的東西 我們之前也說過 治療 疾病 最重要是平衡兩個字 身體的調理也最重要是平衡 它有症狀 生了肺脊 喉嚨也有動 整天都在憂怦 憂怦 憂怦 不過女性來說 已經是前後不准有 剛才我們在說一個問題 魚魚的問題 泰國糧呢 又是會令到它療成一個乳塊 它當然開始未必令你乳塊 難色 深赤色 它就開始 泰國糧的東西是不行的 是 您 您剛才說說那個浪缸呢 那麼多少水 水 放了多久才能喝 很快的 對吧 有時真的會流 我為何不弄出來給大家呢 其實大家手臂上有些事情做是加深的 但你也不用擺放在那裡 很容易入腦的 這個食藥的東西就是一個民間 你平時要做 你到時入腦的時候 你就很隨意地說 我為何不隨意地和大家說呢 都是說得多 你們接觸多 這樣就好似的 做一筆的人就好 說到哪裏呢 煲那裏呢 我們每一次大約是以這個份量 是要翻煲的 可以翻煲的 四至五碗水呢 翻煲就不要那麼多了 三至四碗水 兩次加在一起 鋪了第一次 倒出來 煲半鐘就好了 不用那麼多了 不量 除了浸一浸 第一次 如果你說鹽炭辣碳 那就用清水快洗 明白嗎? 不要擺放在那裡很久才會 快洗 可能會有些沙 那些發生物 發生物可能有沙 如果有沙 當你快洗的時候 好一會 有沒有 知不知道人家淘金怎麼淘金? 很細嗎? 很細嗎? 不是拿一些疏細 拿一個盆 一下把沙 拿一下拿一下 然後很快拿到面後就走 因為沙 今天一定比沙的重量重 這個肯定 那一路 底下那些層面 一樣對你 當你剛才說你洗洗它 快洗 快洗洗 開始怎麼洗呢? 給一點點水 一下子給那麼多水 讓它磨擦一下 有些東西就不能洗 這樣洗洗 然後加點水 快洗 你那天要用西裝 這裏隨便教大家 做芝麻糊也是這樣 有機會講到芝麻糊的時候 我教大家 芝麻糊 很放心 我教過一些懷孕的女性 你想一個嬰兒出生 皮膚好 得不健康 自己餓的芝麻糊 芝麻糊製作過程有少許廣告 又是有淘金的方法 吃了芝麻糊 差不多臨山那三個月 一路吃 他們的血紅綿 顏色漂亮 白綠透紅 有些人會這樣想 芝麻糊製作過程 吃到我兒子的黑炭頭 這個是錯誤的 有人都是這樣想的 食物就是有這方面的 我們剛才講到 通過食物是醫治的質疑 好像我們剛才說 食療方面 大家在這個 因為這一堂主力都是講這個 下季 所以知覺的下季 都要多人 到大暑小暑 大家就 媽媽 或者什麼 烤冬瓜湯 冬瓜 河葉湯 為什麼要拉一個河葉湯 那就是清孽去暑的作用 清孽去暑 清孽去暑 這裡講一講 五味和五藏的關係 酸苦悶 酸苦甘 その酸苦甘酯 酸苦甘苦甘苦甘苦鹹 酸苦甘苦甘苦甘苦苦甘苦甘苦isance苦ать participated 咸得入深 这五种味道就跟它相对应 或者我们都可以举些例子跟大家讲 酸性和肝的关系 我们很多时候医痛症 叫人家戒酸辣 为什么要戒酸辣 因为肝主根 什么意思 你的肝脏和你身体会直接关系 直接所属 肝主根 肝和你跟根 关系它是 一个人的痛症 葫芸师在临床上这种痛症 大多数痛症里面都是跟的 就算你西医认为有骨刺 是骨刺,它的检查是骨刺,但是症状表現不是骨刺 是兩邊的腰肌,都是那些很痛,那些就是筋 如果你說我不叫你戒孫,你幫我去吃孫子 孫性是收筋,將筋是更加緊的 但是物質的有相向,如果我這樣說,就說我不吃孫了 又不可以的,剛才我們一直強調身體要平衡 有沒有留意一件事,夏天我們要做孫的東西開關 為什麼?其實夏天入肝,跟肝有直接關係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孫是會幫助到我們的狀態 在有些問題的情況下,孫是會破壞,影響我們一些的身體 我們有時候要從這些來理解,不是說 你又說這樣,又說這樣,又說這樣,即是你全都說了 如果我這樣說,大家明白,就很清楚了 如是者,苦,為什麼與心有關? 剛才提及了一個蓮子心,蓮子心是苦的 為什麼有關心事呢? 我們又要看五臟六虎的五行,心熟火 為什麼有人說心火是心火? 為什麼你心是心火? 你又要用蓮子去清它自然? 靈行,它是涼,所以產生了這個肥皂 甜蜜,甜蜜入胃的 或者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一想 脾胃呢,我們主要吸收營養,轉化為氣血 我們的血呢,很重要的成分是甜 所謂甜是養胃的 所以,甜蜜的東西呢,對血的生成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可以明白,不過我要提一提大家 如果甜蜜,吃得過多,脾胃的分解化解不了的話 是造成不好的,造成一個酸性的體質 大家不知有什麼體會,脾胃虛弱的人都會出現 當你吃得過多的甜蜜呢,它會嘔的酸性 發辣,化解不了 所以會適當,平衡就是這個意思 難的東西,我們又用另一個角度 肺,我們肺呢,其中一個認爲就是 肺呢,這個功能是煮氣,不夠氣關的事 但是呢,它亦都是一個儲存糖飲的一個氣關 既然有一個糖儲存的氣關 那你有一個製造糖的狀腑,製造糖質氣關 亦都是它那個消化、混化功能和正常的 很多東西,鹽醉呢,積醉呢,它就會轉化了 這個糖,製造了出來,它就存在一個粉 如果我們適當吃辣的東西,它又會化解掉它 想你們試一試,如果它說有很多糖 鹽醉呢,吃一些辣的東西,它就吃一些薑呢 它就會化解掉它 這個就是代表了一個辣和肺的關係 鹹呢,鹹呢,跟神有關係 我們很多時候,在中醫來說呢 就算你吃了一些湯,湯水呢 我們一般煲湯呢,特別是燉湯 冬天的燉湯,燉湯呢,燉好才下燉 不要在一起下燉,不是說好燉湯 煲湯也是一樣的,不要預料到它下燉 煲好燉湯,什麼燉湯呢 以前都放下去,搞搞搞,跳下去,就這樣 鹽呢,是一個中藥,鹽呢,它會入腎的經樂 鹽,鹽呢,一個人呢,如果你缺鹽呢 是沒有人的,當然多又不行,又是要平衡的 所以鹽呢,在一些山區的地方的人呢 它,海又沒得說,大法 它鹽又堅貴,它要出氣出來,要流汗 你看看,如果那個人呢,我們再說回汗的問題 原來剛才我們說的倒汗,有個名叫淡汗 沒有味的,那些汗沒有味的 日頭出的那些自汗呢,行的 如果日頭出的那些味不夠味呢,行的又不行 你看看,有些人呢,有些人做苦力的人 他那件衫呢,出完汗又乾乾又出的,你看到白色的 那些是二型來的,它流失太多了 流失太多了,流失太多了 流失太多了,有什麼症狀呢 那種如燕,跳雪燕 剛才我們說,鹽會入腎呢 流失太多了,流失太多了 所以我們鹽對腎呢,是很大的作用 多不大 基本上這個味道呢,大家說了 不過今晚呢,有一件事很想跟大家 推介一個影響的方法 這個夏季呢,夏季呢 夏季呢,想重點講講都沒有時間 不過,原來我在這裡 重點講講,夏季呢 原來我們夏季的作息時間呢 它本身是日長夜短 我們早點起床 我們作息時間呢 我們作息時間呢 夜點睡,早點起床 是嗎? 不是我講的,是皇帝我講的 不是我講的,是皇帝我講的 所以它有一個養生的法 所以,作為一個夏季的養生法呢 作息時間方面就不一樣 但是夏季有一個容易生病的問題呢 就是多數都是長 還有一個,皮膚問題 夏季是最高發期的 很多的皮膚問題就是夏季呢 為甚麼呢 由於它熱的,關鍵熱 關鍵熱 濕是另一個主要因素 因為你的皮膚呢 有濕有熱的時候 有些皮膚在這裡 它不爽 如果 又由於地面的問題 香港是比較潮濕的地方 如果你去高山那些地方 像黃土公園那些地方 你去到那些地方 很爽的 皮膚病的少一點 所以香港的腳就是這樣 有點濕容 當你有了的時候 假如你吃了一些不戒口 只是很簡單 你的香港腳就變成有法 你吃幾斤荔枝就出來了 你吃幾斤荔枝就出來了 吃一百粒 一吃少量的炒花生 就又發出來了 所以煲湯呢 我在這裡建議大家 不要用花生 用盒套 或者 妖角 妖角 對 花生很壞事 嗯 所以夏天來說 由這個夏天的特質 令到他很容易有腸迷的問題 飲食的導致 氣候的影響 都會令到他這些 這裡還有一個 說到飲食陷阱 有些人我叫他 不要吃沙拉的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他可以答我 壽司陷阱 因為 他覺得 是飯來的 真的要提醒大家 夏天 其實除了酸的 適當吃辣的 是需要的 因為天氣要明天 適當吃辣的 你不要以為 黃醫師說什麼 好像拿著聖子 你們跟媽媽說 黃醫師可以吃辣 你自己喜歡吃辣 你自己喜歡吃辣 就是這樣說 哈哈哈哈 拿出來做禮子 看 嗯 嗯 一長夜短 變成我們就要 做湯 好 好了 這個湯 大家拍攝一下 夏季就是 冬瓜是一個 夏季我們多數是 以瓜類為主 大家可能都知道 冬瓜 冬瓜 節瓜 冬瓜是涼的 如果你是胃寒的人 我建議他拿節瓜 冬瓜排骨湯 是一個很好味的湯 它又可以起到清熱的作用 去暑熱的作用 加了肉的時候 它又有一個養胃 最好就是黏肥 喝一些耳米水 不可以代替 在家裡買耳米水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要搞清楚耳米 是什麼性質 耳米水是寒涼的 為何你媽媽當然要加過三宿二米 因為怕它們 生活中的平衡一下 明白嗎 就是這意思 我想問一下用排骨和瘦的高骨有分別嗎 對 現在來說沒有 為什麼要設計排骨呢 你想想 如果你用瘦肉更壞 好像茶渣一樣 用脂剪右手就好一點 但用排骨就更好 煮出來的肉比較軟 如果作為一個家庭主婦要煮一道菜 這個排骨湯我就是一道菜 我撈起它 煮完上碟給點醬油 很好吃的 我建議大家不要吃豬排 煮湯煮軟了 容易吸收 容易消化 容易排出體滑 那就不會積聚 變成毒素 要想想這個 吃湯渣有少許其口 這個都是其口之一 折瓜和張圓 如果你說胃汗 剛才說的那個人 有些人的胃也不肯 但是我又想要 他又有這支 又受不到冬瓜 這個湯渣好了 切瓜張圓 這個就是落豬腱 給排骨可以就行 不過就是將豬腱和盤 有些人的胃口 不知道有幾個胃口 喝什麼 簡單的測試方法 當你喝涼茶 甚至你喝五花茶 你都覺得好像很淡淡 想反圍 唯有醬 簡單一點 這裏提及有一個味斗 味斗 味斗 黃醫師教你們湯水 很多湯都會落味斗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為什麼呢 有些不回答 我發覺很多家庭主婦 要麼他們最拿手 要麼是宿女 青紅蘿蔔湯 浪費了那些時間 你還練得煲 你要多學一些湯水 你就有很多花款 不同的季節 今天講下節 下一節又講另一個季節 很多湯水 講講微斗 微斗的作用 最主要是見皮胃 我們常常很重視皮胃 見皮胃 但是最重要的是 煲出來的湯 很容易淋 化了 那口泡很甜 很多酒樓都很古 當然是給微斗 給多一點 氣喵喵喵 你覺得很濁 那你以為很濁 那你以為很濁 也有這種意義 事實上有些 見皮胃 還有一個就是 泥水 燒種 下面也有一個湯 泥豆湯 泥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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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多數是瓜 瓜有沒有留意 多數是涼的 因為汗涼的 有沒有留意 又是兩個節 平衡身體 平衡這個季節 涼瓜也很涼 涼瓜排骨湯 涼瓜排骨湯 這裡是冒出 涼瓜跟大家記一下 涼瓜排骨 我們經常都會煲 涼瓜排骨酸菜 煲黃豆 涼瓜排骨酸菜 這是潮汁菜 好吃 排骨要煲濃一點 涼瓜要煲濃一點 切的時候要大一點 酸菜 黃豆 黃瓜 藍骨 再加微豆 黃豆再加微豆 凡是這兩道湯 很多時候都會加微豆 黃豆 薇斗 白白 黃豆 都是兩個小時左右 如果是兩個小時左右 黃老師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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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見他吃一塊豬潤衣 媽媽,你又吃豬潤衣,很大件事,膽固醇膏 你不是經常吃的 一個星期吃一次,可以嗎? 絕對沒有問題 三天吃一次,可以嗎? 一定沒有問題 日日吃就想想 我們有時做子女 我們要增加多一些 收集多方面的支持 因為這些在營養師、生意方面 我們中醫很方便很舒服 他們或者我們自大了一些 他們仍然在營養 一些營養學 仍然在營養學 所以有些事情他們還未成熟 但是我們在臨場上 在累積了很多這些經驗 所以我們很膽膽 除了你們不信 我們剛才這樣說 膽固醇 身體是需要的 脂肪 身體也是需要的 不是叫你長期什麼 對不對? 一些湯就很好吃 好了,最後講講這個生豆湯 的部分 化了 化多狀 化了? 很舒服 沒有關係 今天這件事 是否真的 這個是 挺好的 сто 看看我們 propose 痛苦了之後,知不知道是否很苦 你們都可以上網查,但我都在這裡來看 我最重要的是怎麼解釋給你們 三個湯三個湯 這個湯的貶固就在貶著的時候就已經出來了 貶著的時候,貶著之後有很多人在大致上 已經有很多千年節的時間 當時這個三豆湯 這個三豆湯,大家看看 這個用黃豆的 黃豆轉了原本三豆飲 原本三豆飲是紅豆來的 紅豆來的 紅豆才是正正式去三豆湯的原創 這些黃豆是後期製作 後期製作還有加了一些東西 紅豆 原來我們 人的身體 如果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有病 我們其實不夠火 所以要用紅豆、黑豆 要做起一些陽氣 你的身體才會容易 好像你這樣說 發燒 都可以用三豆湯 小孩子發燒 他可以清潔 他可以用 他可以用 黃豆湯 這個三豆湯 就算是沒有人家 完全可以 小孩子也可以 這個很平和 你當一本食堂 沒有壞的 關鍵就是 一個加減法 都是差不多 要注解一下 其實你要煲濃一點 給多點頭 他就不要 分量來說 就對等 你一兩個 一兩個 全部都是一兩個 二兩個 小孩子可能一兩個 都夠了 或者五成都夠了 你量重一點 他都不好 很安全 這個 如果加減了之後 黃豆用成黃豆的話 他會清熱再用更難 另外 你針對一些 暗瘡 你又加兩個 就用這個 用紅豆 有些人用赤小豆 我建議大家 赤小豆和紅豆 我們古書記載 赤小豆都叫紅豆 所以你用赤小豆就行 紅豆也行 如果假如 你是針對暗瘡 大家裡面 金銀花 和三金草 是一種原來 一種原來是一隻金草 一隻金草 一隻金草就是 一家的蜜糖 一牽一炒 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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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就是這個 嗯 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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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煲? 煲來 很簡單 最好就是 被煲之前 浸透一點 先洗洗 洗完之後 浸的水一起煲 如果不夠的話 再加一點 不要煲了 注意事項 當你煲了的時候 不要緊 你預計 喝光 大家要注意 好嗎? 好 最好不好 其實浸幾個小時都很好 一頭都白了 這裏講的是三福天 今年的三福天就是這個時間 今年的三福天 最後講三福天就是 三福天 我想你現在可以接觸到 三福天 還有八月十六、二十 三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冬天的病 就是夏天前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最重要針對一些 呼吸系統的病 這裏講的 抛轉 是怎樣的 鼻敏感 這些 效果都不錯 是否也要看 一整天 是否也要想再看 一整天 都跟一整個 一整天 說得一整天 要看一整個 一整天 有個 一整天 就是他 戒口、禁口等都要用 還有就是蔬菜的問題 蔬菜屬於涼、水有寒、溫性 一邊一邊加進去 這樣開節 適合、説得到which ふ上、剃、骨頭、掛開 衝刺 搶尾、炭熊、潰、石、 大樓、抹道、修動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